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要的中心思想就是正确的信仰跟爱中的生活 这一章强调两个对比 就是真理的灵跟谬望的灵 一个人当他领受了圣洁真理的灵 必然在他的行为也可以活出爱的这样的行动 如果他所领受的是错谬的灵 那么他的行为也必然有所偏差 心里所充满 口中就说出来 人心如何思量 为人就是如何 首先我们要来辨识真理的灵跟谬望的灵之所在 怎么辨识呢 基本上这是两种张力的一个对抗 在同一个世界里 这两股的力量互相的抗衡 当然他也隶属于两种不同的国度 一个是属于上帝 一个是属于世界 属神的人自然就听神的话 属世界的人他们就喜欢弯曲的或错谬的道理 那么为什么世人抗拒或如此的拒绝呢 最主要的有一些的所谓的敌基督的灵跟假先知的这些的教导 以至于他们不愿意接受 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所以这些人的心眼是被弄下的 所以他们不愿意接受上帝给世人的救恩 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告诉我们 凡是属于上帝的人 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 因为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 帮助我们 在耶稣的得胜里 我们也经历得胜 所以以下归纳几个 我们要如何辨识真理跟错谬的灵当中去明白 第一就是你必须用真理去辨识真假 我们如何辨识假基督或者是假先知的这些灵呢 作者告诉我们 他说亲爱的弟兄 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 总要试验 哪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 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一节 从经文我们可以知道 最主要的第一个因素就是辨识出 这些人他们不是出于神 作者说总要试验 我们如何去试验 试验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查验 就是要去考验它是不是符合标准的意思 那什么是标准呢 当然就是真理 约翰说一切的灵你们不能够完全都接受 意思就是我们必须透过真理去查验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如果我们要做正确的判断 那必须要回归正理 第二个呢 那就是以耶稣道成肉身的信仰来判断 因为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 凡是灵是承认耶稣基督 祂是承了肉身来的 就是出于神 从此你们可以认出这是神的灵来 但是凡是灵不认耶稣的 就不是出于神 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 因此从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到三节 我们可以另外有一个辨识真假的途径 那就是透过他是不是接受 耶稣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主 今天异端最大的问题 他们不接受耶稣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 必然也会否认童贞女玛利亚生子的怀孕的事实 当时候的哲学思想 是不接受神是可以变成人来到人间 希腊哲学认为神灵是纯洁的 肉体物质界是堕落的 这两者岂能相容 但是这种错误的观念 导致于他们否认道成肉身的耶稣 这样的一个信仰 另外一个就是以听从顺服的心来辨识 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六节说 我们是属于神的 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 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 从此我们就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谬望的灵 当然听从与否最大的原因就是相信或者是抗拒 属世界的人 他们活在于自我的里面 黑暗的里面 错妙的真理里面 当然他们自然不愿意接受 从光明 悔改 认罪 以神为中心的道理 他们会抗拒 如约翰福音第三章十九节所说的 光来到这个世间 是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 不爱光 道爱黑暗 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 因为人活在许多的自我里面 所以他们不喜欢人 讲出他们里面一些隐藏的罪 他们会觉得不舒服 他们宁可在那个黑暗里 他们宁可在罪中之乐里 所以听从不听从 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检验的原因 约翰强调 如果一个人说他是认识神 他一定会听从我们 听从神有三个很重要的层次 第一 认识神就是知识上的理解 就是我们对真理能够接受相信 第二个 那就是生命的关系 我们还要与这一位真理的主 建立生命的连结关系 不仅思想之道 我们的情感全人 都要与这位神建立连结的亲密的互动 第三个 那就是行为方面的层次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 我们是认识神的 那么我们就必须遵守 神所要我们去做的事 用行动来表达 我们是认识神的 所以在约翰一书 第二章三到四节说 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 就晓得是认识他 人若说我认识他 却不遵守他的诫命 便是说谎话的了 真理也不在他的心里 一个人如果说他是认识神 可是他不愿意听从 不愿意遵行上帝的话语 那我们怎么能够知道 他是属于神的呢 因此我们要进到第二个阶段 那就是说行动的层面 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说是认识神 与神建立关系 是爱神 那么我们就必须要彼此相爱 所以在约翰一书第四章 第七节到第八节说 亲爱的弟兄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真实的爱是从神来 人的爱有条件 人的爱非常有限 例如血缘跟我一不一样 他是否是我的同乡 如果地缘不同 血缘不同 肤色不同 语言不同 我们很难去爱 另外有些人他也设一些条件 去爱人与否 例如经济的条件 社会的地位 因此人常常会去爱那个可爱的 值得去爱的 可是对那些不可爱的 似乎看起来没有什么条件 让我们去爱的 我们很难去爱 但是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 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当我们还是在软弱中的时候 基督就为我们死了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因此我们看到 既然神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 因此我们就可以领受这个爱 是在于当我们还在做罪人 软弱抵挡他 神爱了我们 这一种就是表达了 我们不可爱 神爱我们 我们抗拒神 神爱我们 我们甚至于拒绝 神还是爱我们 因此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一节说 亲爱的弟兄 神既然这样的爱我们 那么我们也当彼此相爱 因为我们的爱 是建立在上帝的爱里面 如果我们说我们真是爱神 那么我们也必须受神的激励 去爱神所创造的人 他的爱是一个不变的事实 请记得爱不是一种感觉 神爱我们不是说他感觉 我们好他才爱我们 神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 他才爱我们 爱不是感觉 爱是一种意志的抉择 也就是爱本身是不受情绪的影响的 因此对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的道理 也是如此 今天我的情绪好 我要去爱 今天我的情绪很不好 我也要去爱 这个叫做意志的抉择 这是一种抉择 这是一种决定 不是感觉 因此我们说 这种的意志的抉择 是来自于神 因为神就是爱 神就是所有爱的源头 因此如果一个人不被神的爱所充满 不被神的爱所摸到 他怎么会有这个意志的力量 这个抉择 去爱那个不可爱的 去接受那个抗拒的人 就很难 所以唯有一个人先被神的爱满足 他才有力量去爱其他的人 所以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说 为什么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很重要的几个意义 我们之所以能够彼此相爱 乃是因为上帝已经透过了耶稣基督 为我们成了挽回祭 赦免我们的罪 除去我们的不义 第二 我们为什么能够彼此相爱 是因为神住在我们的里面 第三 我们为什么能够彼此相爱 是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都要向神教掌 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审判台前 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说 当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 因为爱里没有惧怕 爱即完全就把惧怕给出去 因为惧怕里含着刑法 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我们之所以能够彼此相爱 是因为我们有一位共同的天赋 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叫众人认出 我们是主的门徒了 愿神祝福您 我们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